药博的中学和部中心 为主要选择主案又在利用的观点 所以有推动一项带动幸福的这个话题 对时中这民众没用的招地来回收 整理了后转送给店家来使用 也因为民众跟店家欢迎贾客 所以回收转送的素量是一年比一年更多 尤其今年开始一项汉水促地产生了后 店家的诉求要明显尖格 让这项带动幸福的话题是得到最好方便 厚博的主要的合部中心 为了要鼓励与这些提供头路 以及选择各项主要的合部 在100公斤里推出一项带动幸福的话题 回收民众没用的招地 整理后转送给店家出用 我们回接受中心推动的带动幸福 我们希望能够跟民众做一个互动 那这个互动不是只有在我们的求职服务 我们也希望说民众 他可以将他家里的不要的纸带 来将它作为一个再利用 他把纸带带过来给我们整理完之后 贴上我们的一些业务的宣导的贴子之后 然后再分送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店家 这项带动幸福的环保温宅 推出后越来越受欢迎 去年就創下回收一万的招地的新记录 相当不简单 到了106年的时候呢 是我们比较高峰期 纸带回收的高峰期 我们将近回收了一万多个纸带 那也陆陆续续把纸带呢 再利用 然后店家在使用上也非常的广受好评 因为政府近年车开始实施 线材输用缩加地亚的新建设 造成店家需要大量的招地亚来运用 结果让这些带动幸福的活动 更加受欢迎 线缩政策推动之后呢 对我们店家的部分呢 因为他们有考量 就是在成本还要另外购置塑胶带 另外购置纸带 所以呢 他在跟我们带动幸福这样子的一个 互动之下会更热络 互动幸福的活动 充满这项带动幸福的活动 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现在也有很多民众 固定来乡人配合 这招地用一样 我们没有用单调可笑 现在看到他们有怎么在宣传 这样用来不错 比较反保又比较回缩再利用 我怎么会叫出品头 大家来相应 这项带动幸福的活动 民众只要固定的招地 第三来互动幸福的活动 欢迎民众多多吉祺 记者一面位 插王博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